大新聞大爆掛 訂閱靠大家 每日功課 開啟小鈴鐺 轉發補課 每天都要支持大新聞大爆掛 而且民運黨他們這種操作是從上到下 包括你看從高層 陳明通 都直接跳出來說 對岸是怎麼樣買通我們這邊的網紅 然後在認知作戰 還說像上次烏克蘭撤僑的時候 人在深圳的中共培植網紅 去炮製所謂的關係機場事件 剛剛兵哥也罵了嗎 還敢講咧 人大版處長書 起承就是你們害死啊 對不對 那他還提了這件事 說人根本沒有在烏克蘭 還大聲嚷嚷中共派飛機 把台灣人載回去 還講一些配合中共統戰的話 可是話說回來 我請教淑惠 對 因為現在面對在疫情 這一波很多的民意反撲 或是所謂的民氣可用 這個國民黨是不是 對不對 一樣也可以 其人之地還治其人之身啊 跟民黨拼一下 這個我要講我自己親身接觸到網軍的經驗 我記得非常清楚 2015年的1月份 我跟一個聚會裡面 裡面有一個民進黨的網軍投擲 那個時候 2015年其實包括我們在內 都不知道什麼叫做網軍 網軍第一次大規模有系統的 進入到選舉裡面 包括帶風向抹黑對手 如果大家翻開記憶的話 是2014年的台北市長選舉 柯文哲對上連勝文 那時候連勝文整個被 喵打無名化 就是從網路開始 好啦 我2015年1月的時候 遇到的那個網軍投擲 就是柯文哲市長那個時候競選 班底裡面的主要一個 他就是負責在操作網軍的 他那時候就得意洋洋的說 我們先把這一套用在 2014的選舉上面 好 當實驗品 如果這一套是可以 Walk有效運作的話 我們就會運用在 2015年總統大選上面 後來果然就這樣 第二次更大規模的運用 就是蔡英文跟朱立倫 競選總統2016開始 從此以後 民進黨用網軍來操弄選舉 帶風向 然後影響國內的主要的資訊 運的這個走向 就開始越來越成熟了 那剛剛在講 第一個國民黨能不能複製 第二個是不是錢砸下去就可以 我要跟大家講 國民黨很難複製的原因 是因為那個砸下去的錢 絕對不是各位想像的金額 什麼1450什麼幾百萬 不是的 為什麼我們在政府裡面 抓到這麼多各個局處 各個部會的標案裡面 都會出現那一種 很莫名其妙的政策行銷案 或者是網路多媒體行銷 為什麼 整個政府加起來 有立委去統計過啊 高達幾十億耶 幾十億都是網軍預算 對這些預算是怎麼樣包裹的呢 我跟大家講 因為我過去長期在公務機關 他們怎麼包裹 我今天開一個標案 說我要政策行銷 理所當然不會當要正做行銷啊 可是金額嚇死人超乎異常的高 譬如說1450就是這樣子 但是裡面的工作 標案的工作內容 簡單的要死 你只要跟我做幾樣這件事就好了 加一個粉專啊 人數也不限啊 點閱率也不限啊 譬如說放傳媒不就是這樣嗎 你幫我貼個分鐘 我就給你多少錢 然後用一些很簡單 就達成任務的工作內容 然後標出去 那得標的人都是誰呢 當然都是綠油油得標嘛 綠油油得標 好啦 那得標以後表面上 你這一些列在上面的工作 我就給你隨便達成一下啦 點閱次數只有30次又怎樣 按讚人數只有兩個 一個還包括周遇寇本人 那又怎樣 但是檯面下多餘給你的錢 你就知道了 那個都叫開口合約 就是我今天要你打誰 你就去打誰 我今天要你帶什麼風向 你就去帶什麼風向 所以你說當國家的資源 像國防不一樣 去養一個網軍的時候 不要說國民黨 沒有一個在野黨能夠複製的 過去柯文哲的網軍 也算強了吧 現在呢 通通又被買回去啦 因為當時柯市長的那一批網軍 就是民進黨借給他用的啊 那柯市長上任的時候 台北市的資源也是多啊 也有給那些網紅資源啊 但問題是人家是中央耶 你是台北市耶 對不對 那個金額大小還是有差 所以一筆之下 大部分還是又被買走了 然後原本幫他操作網軍的那一些人 還是又回去民進黨了 譬如像林賀明不是就回去了嗎 所以現在不要說 國民黨怎麼沒辦法啦什麼的 我跟大家講 如果當國家力量介入的時候 甚至司法的力量介入 明明網軍可以偵辦 他就不偵辦 沒有這回事啊 楊慧如的事情 你的你都查扣了他的手機 你都看到他的Line了 誰下訂單給他嘛 你都認同說 承認說他有往下下訂單 他有楊網軍去帶動這件事 那誰下訂單給楊慧如 這你手機你都查扣到了 Line的簡訊你都看到了 你怎麼只往下辦不往上辦呢 所以這個東西才是整個 現在台灣整個網軍治國 一團亂的最重要原因就是 國家資源的介入 我自己在2020年的時候 因為揭露口罩價格的問題 那個時候一開始 衛福部在2月的時候 釋出4000萬片的戰略口罩 什麼叫戰略口罩 就是原本衛福部就採購 放在那邊因應流感 或是說其他疫情要用的 結果釋出這一批戰略口罩的時候 一片8塊錢 大家記得吧在超商裡面 一片8塊錢 然後說春節期間 超商要有人力什麼的 不好意思 春節期間超商原本就有營業 不管有沒有多賣你那個口罩 好啦反正講了一大堆 後來我接到檢舉 有人給我一份衛福部那一批 戰略口罩的完整採購合約 還有公文 一批的成本 一片的成本是0.94元 那你幾乎將近賣快要10倍給民眾 而且是在防疫的時候 好啦那我也沒有把這一份 合約完整的揭露 我只揭露那個公文 他發給這個內部的公文 說我們這批戰略口罩是0.94元 這件事情揭露之後 網軍就鋪天蓋地的來 大家只要看 平常你的留言可能 頂多100個就算不錯了 那一天晚上 涌入4000多個留言 在那邊蓋樓 那就不對勁啊 對然後我還很無聊的 跟他們比戰到半夜3點 你看我這麼白癡去跟網軍比戰 但我氣不過嘛 好那時候我還沒有聯想到是網軍 我以為就是這個 一般網友 對民進黨的支持者瘋狂進來 然後兩天之後 兩天之後 當我在繼續挖其他的事情的時候 我有一天晚上就接到了 這個我民進黨裡面的一個 朋友的這個電話 他說你不要再弄這件事了 他們已經下了一個order 專門打你 好就是我剛說的開口合約嘛 我錢都先給你們了 利用國家的各種標案的明目 先給你了 今天叫你打遊俗會 你們就去打遊俗會 今天叫你打許巧新 你就去打許巧新 這個在公務的術語叫做開口合約 我先一筆錢給你 不指定執行項目 今天隨時要你幹什麼 你就給我出征這樣 所以他們就說 他們已經下了一個order 要專門打你了 而且要考慮叫衛福部告你假訊息 你知道嗎 這就是一種恐嚇嘛 因為告得成告不成無所謂 他們要的是一個新聞標題 叫做衛福部提告遊俗會散播假訊息 所以你說這個操作多綿密 一環套一環 而且大家有沒有發現 我剛剛說是2020年的故事 這兩年衛福部告人 是不是都用假訊息去打 是 好啦 因為他只要你那個新聞連接點 然後網軍就可以到處再去散 做梗圖說 劉俗會散播假訊息 後來我就跟對方講說 我告訴你 我有完整的合約書 只要衛福部這種公務部門 敢配合你們幹這件事 我就開記者會把所有的合約書 全部公布 內容全部公布 所以後來這件事 他們當然就不了了之 那事後黨內的一些前輩跟我講說 你就應該不告訴他讓他告 告了以後你再公布 我說我那時候剛從政你知道嗎 我覺得被告或是被這種網軍威脅 你其實是會怕的 所以過去國民黨很多政治人物 大家如果印象還記得的話 當被這種網軍攻擊的時候 第一件事情是關臉書 先暫時關 對 要不然就是把留言功能先關掉 讓你不能來蓋樓 不能來這個騷擾 過去國民黨都是用這種方式 然後確實他的網軍就達到他的目的 哈哈你會怕 你看你關了臉書 你不敢再講了 可是我們從這兩年開始 當然我們還是幼稚園生 但我們也組了一個群組 我們也組了一個群組 就是我們這些比較 青壯世代的民意代表 我們也會交互去資源 然後去導流 然後去做一些工房 那當然這些都是屬於 不用花成本的 像病毒共存的話 當然要必須要配套 所以用旺旺水神來防疫 有效能夠保護您 保護自己 保護家人 防疫不能等 請趕快上快點GO 買的時候記得 輸入向下的推薦代碼 CTI666 CTI666 是讓大家做好防疫